一花已是现,一叶已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作家毕书敏曾说 女人难得的是智慧 她们多的是小聪明 确的却是大清醒 尤其是年少时做什么都套心套肺 暖腔热血,一无反顾 毫无清醒可言 到了一定的年纪才发现 人生在世 一旦与人身交亲密 适时用情过深 必然伤到自己 一个女人的好命 是历经时光沉淀后 活出自己的智慧 明白做个薄行的人 才是为人处事的上乘之道 一,面对无底线的请求 薄行拒绝 最近,我把老同学拉黑了 久不联系的老同学 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动动你的小手帮我助力一下 就快能拿到奖品了 看来是老同学的份上 我点了链接 按照步骤操作 可以两个小时后 也没能摸着助力的梦 最后我放弃了 直接跟她说 不好意思 我刚才试了一下 助力不了 我以为这事就这样过去 没想到对方 马上谈了一个语音过来 教我如何操作 并告诉我 系统显示 你助力的优惠是最多的 你就帮帮我 我们这么多年的同学 我按照他的提示 一顿猛操作 也没能助力成功 本以为他会感谢 我的好心好意 没想到他却说了一句 你根本没用心帮我助力 都是老同学了 一点情意都不讲 看到这条信息 我气不大意出来 但也明白 让自己陷入这种 吃力不打扰的局面 都是因为他在意他人的感受 后来我把老同学拉黑了 世界也跟着清静了起来 我们常说深情的人 易得人心 此话不假 与人交往是要浮出真情实意 可有时因为爱于面子 而做出一些违心的举动 不见得会有好结果 网上有个话题 人生中有没有哪个时刻 让你觉得特别熟 最高在回答 不是追到了心意已久的人 也不是生之加心 而是鼓起勇气拒绝一个 三番五次 毫无底线 请求你帮忙的人 我们总是这样 常常为了顾全他人 而委屈了自己 这看似深情的人 实则是消耗自己 对人对事 薄情一点 并不是让我们变得冷漠无情 而是该拒绝就拒绝 该远离就远离 毕竟 这世间并不是所有的真情实意 都能够换来真心相待 当你面对他人的请求 不懂得薄情 拉不下脸 那么势必会迎来无数个求助 让自己的生活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 而当你学会了薄情 也就不必事事周旋他人 人生就会过得越来越畅困 有时候所谓的好命 从一句我不愿意应该是 二 面对工作上的辛苦 狠心死磕 作家李萧毅 说过这样一句话 好命的女人 都是和自己死磕 不和别人较劲 所谓的死磕 就是对自己狠一点 尤其在工作上 当一个女人 对自己博情时 运气就不亲自来了 网上看到过一个故事 深受启发 有个山东姑娘 因父亲瘫痪在床 高中毕业后 她就承担起了 赚钱养家的责任 最初没学历 没背景 她只能在一家饺子管打工 每天大部分时间 就是守着一大份饺子馅 不停地包啊包 直到抬不起胳膊 捏不动面皮 一个月工资1900块 自己只留500 其余的都给家里 她舍不得花钱 去外面吃 就天天在店里吃饺子 一吃就是一年多 以至于现在 想起饺子就反胃 当初啊 和她一起在店里 干活的大姐们 都劝她别那么实在 一个女孩子 要懂得心疼自己 学会偷懒 可她觉得 哪怕苦点累点 也要把工作做到最好 所以 她一有时间 就上网研究 怎么样能把饺子 包得又快又好 很快 就超过了15人 为此老板 还给她加了工资 但她知道 自己不能包一辈子的饺子 父亲去世后 她带着母亲 到城市打工 她从酒店服务员做起 带着那股 跟工作死磕的家 来天认真干活 晚上熬夜研究 怎么高效地铺床 打扫卫生 怎么更好地和客人沟通 没多久 她就从最底层的服务员 一步步升作为小组长 大堂经理 直到现在的酒店副总 就这样 她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而曾经和她一起 打工的大姐们 还在包着饺子 铺着床单 和他们相比 她对自己 太过狠心 与薄情 好像并不懂得 如何爱自己 但这份薄情的背后 是她对自己 人生的清醒人知 她比起身边 大多数人都懂得 想要的 就是自己为之拼尽全力 谁都想舒坦地过日子 只是任何一份 岁月静好 都是负重前行换来的 对自己薄情一点 并非不自爱 而是懂得克制和约束自己 不安于现状 不随波逐流 该狠心的时候就狠心 不纵容自己 才能走出生活的泥沼 过上好日子 三 面对错误的感情 绝醒两断 鲁豫曾问过 邝美云 失恋了 你怎么办 邝美云说 我会把自己 关了一个礼拜 出来就好了 一个好命的女人 从来都不会 在错误的感情里 停留太久 电视剧《爱恨美味》中 张涵月饰演的方心 大学毕业后便早早嫁人 做起了全职太太 结婚多年 丈夫马振宇 一直对她宠爱有加 因为方心是过敏体质 一行期间 为了确保她的饮食安全 马振宇还专门找通小区的大子 给她做饭 可在S疑似病例的排查过程中 工作人员拿出了 马振宇 与邻居出轨的视频 原本美好的表象 被瞬间触破 原来 所谓的大姐 就是他们婚姻中的第三者 过去马振宇犯错 只要几句好话 方心呢 就不再计较了 可这一次 是真的触碰到了 她的底线 她决定夺回 自己引有的财产 直接请来律师 和马振宇对簿公堂 检方信十分坚决 马振宇一边打感情牌 一边拿父母当作借口 企图将房子占为己有 而方心直接无情地 穿穿了马振宇的小心思 她说 你刚才说了那么多话 我来概括一下 大概就是我们要离婚了 你父母想为你 多争取一点钱 然后又如何 想把房子占为己有 我现在终于想清楚了 你根本就配不上 所以从今往后 拜托你不要 跟我有任何瓜葛 也不要再来找我 好吗 方心的决绝和薄情 是给那段错误的婚姻 画上句号 便是她新生活的开端 承获新生的方心 不仅职场上一路开挂 生活中还遇到了 憨厚老师 真心待他的人 感情上 快刀斩乱麻 看似薄情 实则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遇到错误的人不可怕 可怕的是执迷不悟 越陷越深 到头来你会发现 在一段错误的感情中 所有的优柔寡断 只能自己买的 面对错误的感情 及时止损 学会薄情 才是一个女人 最大的智慧 敢舍弃 不纠缠 如此 余生的行路 才能够越走越顺 我们常说 命由天定 一个人的出身 长相 智商 都是老天爷给的 但想要把日子 过成什么样 皆由自己创造 想要一辈子过得 舒坦愉悦 势必要学会薄情 在纷繁的人际关系中 不害怕拒绝他人 给自己生活喘息的空间 在工作上 对自己严苛一点 薄情一点 有朝一日 好运就会眷顾 面对已经失去的爱情 快到斩乱麻 决心了断 才能遇见新生活 余生 想要过得越来越好 请做一个 薄情的女人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那我感谢您的观看 就会见到 我感谢您的观看 我感谢您的观看